看一下6B 上赛季的绑一图黄 今天我们观战第一把就是他打了个平局 但确实他的击球手打得再好 你面对个蜡像师也不太打得动 这的话阵容上面 拥兵昆虫接手舞女老阵容 打的是一个守夜人 这一把就有点意思了 这一把的话 接手发挥空间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守夜人带了一个张狂 面对这套阵容带张狂 确实很有必要 扛击退扛减速 这个张狂收益非常高的 但是这个张狂呢 他其实也断掉了这边守夜人的一个 就是三人残局的一个真盛面 但凡打出三人开门战 守夜人不是特别有机会去争多的 但也没办法 看到这几个人对吧 能保平就不错了 还想什么真盛 要啥自行车呀 这边的话上来打了一刀 张狂开技能 不行配闪现 板子拍掉 一波跳跳过来 收虫 好这边虫子在卡住 翻 昆虫这边的一个牵制 做的非常的流畅 要准备躲闪了 他这边刚刚的走位 有一种躲闪的感觉 守夜人这里 一波跳到脸上吗 开减速 压住位置 飞轮 一刀飞轮 回头 哎 漂亮 这一波 说实话 昆虫这小走位 真的看得我脚尖 抠紧 脚趾头都抠紧了 机首这边 暂时没有动作 武女的机子也没有修完 总量的话 大概是 三七二十一 两台出头的样子 这个机子呢 对于穷者来讲 变速在于机球手能不能打出来 机球手打得出来 这个局 还是有迎面的 但是迎面不大 这波应该是傭兵救下这个昆虫以后 昆虫往机首方向去走 机首往这边来 昆虫往那边去走 打一波架 打一波架 就看这一波 这应该是 这一把的唯一的一波 昆虫这边吃一刀 收虫 机首来 到哪里 到小房 到小房外面 窗口 好的 懂了 就到这里 哎 我站在那边不动了 呃 守夜人这边得 开波加速跳进来吧 跳进来以后 追一刀一过着先点开 球给你踩掉 反正你就三颗球 起爆发 砸头 昆虫是飞轮啊 所以起来的是比较快的 板子先给你踹掉 这个位置牵不了 这个位置牵不了 这个位置没法牵 再跳 好 一棍子打 那这边的话摸起来 哦 再掩护一手 一棍子 没打回去 哎呀 这一棍子没打回去 这棍子打回去的话 技术术不倒 昆虫起来 减速减上 好 双倒 但这波双倒并不致命 这波双倒不致命的 这波双倒对于全人来讲呢 就是 就这波对于全人来讲 打好了 我们去打一个四人开门战争多跑 没打好 三人开门战 保平 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昆虫是个二挂 用命这边压着 揪手这边走 补机子 球人这边的机子 其实不太来得住的 我们可以看到 快要修掉四台了 这边只需要给一个耳鸣的压力就可以了 平了 这个局大概率是个平局 守夜人这个残局 留四封带闪现 有一定的可能性 能完成一个多抓 但这可能性呢 这么多 20%到30吧 7%80%的一个平局 就这一棍子如果打好了 机球手保下来了 昆虫这边的话 起来 拉开 机球手还能再帮忙掩护 那四人开门战的面都打出来了 找佣兵 佣兵一个护臂跳开 漂亮 跟你绕 外面的话 武女这边起新机子 机球手 他中场的机子没修掉 这边的话再追佣兵 消耗佣兵的护臂也可以的 甚至这边交闪现都可以 交闪现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足够多的时间 去拦下一台机子 就我去压最后一台机子 压住以后 多一个新的闪现出来 而你穷者这边的话呢 可能要被迫交自己 这里穷者得外面重新起新机子 得重新起新机子 就这边的话 让满血的武女过来压着 然后机球手外面起新机子 武女的机子修掉了 慢慢的拖吧 慢慢拖吧 对于守衣人来讲 这个时候要干嘛呢 流 风 拖闪现 找到了这边的机球手 找到机球手的话 武女这边过去抢机子了 这个不太好追 这个机球手吧 因为这个机子差了真的一点点 我觉得球稳 要不然他开门站没闪现啊 真的 这波追机球手风险很高 因为你只要慢一点点 密码机就压好了 这样的话密码机点亮 满血傭兵天门 那没了 那没了 这波其实不应该追的 他应该是留 时间去控场 然后拖出一个新的闪现 当然这个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看到的信息更多一点 你别说 这还有个地窖呢 过客 客子哥 客子哥一棒子 再起个爆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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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